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朱亚文演王一博的爸爸 这组合让人期待 电影《维和防暴队》即将上映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 朱亚文与王一博分别扮演父子 构成了这部电影的核心角色 朱亚文作为影世界的一面旗帜 一直以来以其出色的演技和深厚的功力 为观众所熟知 而王一博 则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令人印象深刻 更为影视圈带来了新的活力 据悉 王一博在电影中饰演杨震这一角色 他勇敢坚毅 代表着《维和警察》的精神 这样的角色形象 不仅令人热血沸腾 更加增添了电影的观赏价值 而杨震的父亲 则由朱亚文扮演 他是一名维和警察 这一身份也为整个故事 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和深度 电影《维和防暴队》的故事背景 设定在维和警察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揭示了他们所面临的艰辛与付出 这部影片不仅是一部娱乐作品 更是对《维和警察》这一特殊群体的致敬与呼唤 通过展现他们的英勇与担当 影片向观众传递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敬意 在网络上维和防暴队的预告片发布后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观众们纷纷表示期待 认为这部电影将会是一部燃情激烈的作品 值得一看 尤其是朱亚文与王一博的组合 更是吸引了大量粉丝的目光 他们期待着在荧幕上见证这一强强 联手的精彩表现 与此同时 一些网友也开始关注起 《维和警察》这一特殊群体 他们通过网络搜索和阅读相关报道 了解到了维和警察 在执行任务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这一群体的英勇事迹 引发了人们的敬佩和赞美 有网友表示 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和支持 这些无谓的守护者 这部电影与以往一些影视作品相比 虽然在题材上有所不同 但在向观众传递正能量和拯救精神上 却有相似之处 《类似战狼》等影片 也曾探讨过类似的题材 展现了军人的无畏与担当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和好评 而维和防暴队则更加专注于 维和警察这一特殊群体 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真实的情节设置 向观众展现了他们的真实生活和艰辛付出 这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通过电影《维和防暴队》 观众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 维和警察这一特殊群体的工作和生活 进而引发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对维和警察的认知度 更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这一崇高的事业中去 截至目前 关于维和防暴队的最新进展 尚未有太多消息 但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电影的上映 将会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期待着能够通过这部电影 更加深入地了解维和警察 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和工作 进而为他们的英勇事迹点赞 总的来说 维和防暴队作为一部突破性的影片 不仅将为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更将激发人们对于正能量和拯救精神的思考和反思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 为朱亚文和王一博的精湛演技喝彩 为维和警察的英勇事迹点赞 维和防暴队预售票房断层第一 王一博终于要夺冠了 2024年五一档将有十部国产芯片上映 其中维和防暴队预售票房近800万 远超其他电影 有望成为档期票房冠军 而纯港片九龙城债之围城 预售票房垫底 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 我们就会迎来2024年的五一档 今年的五一档期 一共有十部国产芯片定档 其中相对比较令人期待的电影作品 一共有五部 而且这五部影片于前几日 都已经正式开启了票房预售 这里预售票房表现最差的电影 就是由古天乐和人贤奇等联合主演的纯港片 九龙城债之围城 九龙城债之围城是今年五一档十部电影当中 唯一的一部港片 正常情况下 此片在预售票房方面应该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至少不会垫底 但是不曾想 在好几天的时间里 此片的预售总票房竟然还没有突破100万人民币 而且在所有已经开启预售的电影中 九龙城债之围城的预售票房成绩还真的垫底 它的预售票房甚至还不如冠军的一个零头 而与九龙城债之围城恰好相反 未列预售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 就是由黄景瑜和王一博领贤主演的维和防暴队 据统计维和防暴队目前的总预售票房成绩 已经接近800万人民币 而未列预售票房榜第二名的《陌路狂花钱》 总预售票房成绩也就只有200多万人民币 如此来看维和防暴队 不仅仅只是位列预售票房冠军 他还是断层第一 是以绝对的优势拿下了档期的预售票房冠军 也就是因为预售票房成绩很出色 所以维和防暴队在5月1日这一天 拿到了将近40%的牌片 其他电影牌片最多的就是《陌路狂花钱》 而它的牌片占比也就只有12.3% 就目前的各种表现来看维和防暴队似乎已经锁定了今年五一档的票房冠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如果影片的口碑不错的话 那么维和防暴队必然会成为档期冠军 这也是该片主演王一博首次拿下一个档期的票房冠军 之前同样是由王一博主演的电影《长空之王》 本来也很受欢迎也具有拿下冠军的能力 但此片最终还是在去年的五一档内 输给了喜剧电影《人生路不熟》 于去年春节档上映的《无名》 是博纳影业中国胜利三部曲的第三部电影 该片同样也具有成为票房冠军的能力 可是他的最终票房竟然还没有达到10亿人民币 而今的维和防暴队 预售票房成绩断层第一 看来王一博终于要有属于自己的电影冠军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